小虎 黄北月连忙走过去 把他身上的藤蔓都扯开 小虎一下子跳进他的怀里 用脑袋蹭着他的肩窝 呜呜好像在哭一样 在他身后 芝梦兽也从藤蔓里爬出来 身上的小花瓣都被撤掉了几片 脸上脏兮兮的 憋着嘴巴看着他 泪眼汪汪 滋滋 黄北月摸了一下他的头 这一刻的心情有些复杂 小虎和滋滋都平安无事 可是东霖呢 两个小家伙 一直都是东霖在照顾 现在失去了东霖 都很伤心难过 小虎很自责地低着头 好像是因为他的失职 才让东霖出事的 小虎不怪你 连他都没有料到 光药店的人会出现 那个红莲完全就是个意外 小虎误了一声抬起头 赤诚地双眼看着他 黄北月点点头说 等你长大了 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小虎或许还不明白 只不过在这个大路上 一切都用实力说话 他抱起小虎和滋滋 朝森林外围走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 迷雾森林中的雾气越来越浓重 诡异地全部漂浮过来 月光照不进来 一片让人骨头发寒的黑暗阴冷 前方的雾气有些波动 小虎忽然竖起耳朵 警觉地瞪着前方 嘴巴里发出危险的警告声 他是神兽 在这片森林中 绝对没有灵兽敢靠近过来 黄北月靠着一棵树 他现在伤得很重 如果再来一个高手 那就完全不用战斗直接认输了 雾气慢慢散开 一袭黑色的衣服 慢慢从雾气中出现 冷漠俊美的面孔 在冷雾中 有种让人畏惧的高贵疏离 眉目深远 眼波淡漠 看见他只是 冷冷地瞥了一眼 便移开眼眸 黄北月正了一下 慢慢地说 你耽搁了很久 锁魂中的滋味不好受吧 你呢 谁把你伤成这样 林尊早就看到他重伤的样子 之所以不问 是因为他 本来就不是会主动询问的人 黄北月看着他 两个人都不想 对之前发生的事情解释太多 林尊看起来安然无恙 比起黄北月的重伤狼狈 那是好了太多了 吃了吧 林尊随手扔了一枚 绿色的丹药过来 也不解释 便走到一边 黄北月也不问 这老家伙虽然冷漠 不过不会害他 该相信的人 他是不会怀疑的 一张口就把绿色的丹药吃下去 顿时 一股温暖的力量 从喉咙里一直蔓延下去 在身体中四肢百海里流动 黄北月顿时觉得通体舒畅 身体里每一个经脉 都被抚慰过一样 之前淤积在胸口的一口血 忽然喷了出来 小虎误了一声 以为黄北月找了林尊的道 顿时恶狠狠地冲着林尊瞪眼睛 他是六阶神兽 可是在林尊面前 却还是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让他不敢太放肆 黄北月摆摆手说 小虎 我没事 吃了丹药之后 身体顿时觉得轻松了 说话也不像刚才那样 有气无力的 好了的话就上路吧 林尊冷冷地说 并不想继续耽搁时间 我还有点事情 黄北月声音有些沙哑 黄战也和殷叶公主 都安全回林淮城了 林尊淡淡地说道 黄北月点点头 这也是他担心的一点 他刚才一直很担心 红莲找不到 他会回去 对付战也和殷叶公主 现在不用担心了 可是 林尊看他一眼道 黄北月 以你现在的能力能报仇吗 黄北月紧紧地抿着唇 鼻子里有些酸涩 我明白了 他都这么说 那就是完全没有希望了 黄北月低下头 深深地吸了一口 声音有些压抑不住地颤抖 我对不起东灵 这仇我要报 光耀殿的红莲 我不会放过他 林尊只是淡淡地用眼角 瞥了他一眼 不用这么激动 你有万寿无疆 这仇迟早都会报的 黄北月咬了一下嘴唇 忽然跪在地上 我黄北月今日 拜林尊为师 请师父今后严加教导 林尊终于转过身子来看着他 那面容虽然冷冷的 被雾气浸染得有几分模糊 可是那神色间轻微的一丝欣慰 还是泄露了他此刻心里的高兴 起来吧 林尊慢慢说道 这个给你当拜师了 话说完 一口古朴大气的钟 就落在黄北月面前 他一正脱口而出 锁魂中 你见过 林尊丝毫也不意外 这丫头神通广大 什么不知道 我曾在东立国的贾大人那里见过 黄北月的手指 慢慢地拂过那锁魂中 这是一件神器 林尊都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才搞定 就这么轻易给了他 这师父出手也太阔绰了吧 像是知道他心里什么想法 林尊只是淡淡地说 这东西 我没用不如给你用 谢谢师父 拜了师利过誓言 他就把他当师父一样看待 他这个人有原则 认真答应一件事情 就绝对不会阳奉 因为林尊对他一向很冷淡 听了他感谢的话 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只是转身往前走 让他跟上来 黄北月收起锁魂中 抱起小虎和滋滋 尾随在他后面 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从迷雾森林里出去 外面管道边上 有一群人神色匆匆地赶路 看样子 好像在逃命一样 黄北月的眼睛 在黑夜中看东西也很清楚 一眼就看见那些人身上的服饰 非常帅气 威风的黑色盔甲和头盔 簇拥着中间一辆华丽的马车 东离国的人 黄北月冷冷地说 一双眼睛在黑夜中 如同死神一样盯着那些人 他们在南一国惹了事 只好趁着半夜逃走了 林尊只淡淡看了一眼便说 师父和他们一战 他们相比损失惨重了 林尊道 几个高手都死了 黄北月眯了一下眼睛道 身影如同闪电 在移动的时候 已经披上了黑色的斗篷 在夜色中急奔 瞬间就到了那一行人的身边 是谁 一个盔甲侍卫首先发现他 大喊一声之后 便闷哼着从马背上摔下来 喉咙被人割开一道深深的口子 有盔甲护身 还能被割开喉咙 那一定是不一般的武器 那些人立刻纷纷围过来 大喊着 保护太子殿下 将马车围了一个滴水不露 黄北月冷笑一声 血色的战刀 瞬间出现在手中 今天和红莲一战败了 心里正窝火着 这些东离国的人 正好给他解解气 凌厉的刀锋一扫 那些东离国的铁甲士兵 立刻就倒下去一大片 几乎无人能挡住 他凶猛的攻势 解决了前面一批人 黄北月立刻跳上马车 一刀将马车劈成了两半 里面尊贵的东离国太子 正被两个美貌宫女搂着 发出一声一声害怕的惨叫 饶命 高人饶命啊 你的命 我不屑动手 那恐怕是东离国最大的灾难了 留着他比杀了他好 听到他这么说 那东离太子 才敢露出一只眼睛 恐惧地看着眼前 这个一身黑色斗篷的神秘人 那你想干什么 是想把他绑了做人质吗 黄北月嘴角冷淡地勾着 你回去 转告你们的大将军魏武臣 他的脑袋我要了 现在暂时寄存在他的脖子上 总有一天我会娶的 东离太子呆住了 要娶大将军魏武臣的脑袋 话一定要带到 带不到的话 我就只好娶你的脑袋了 黄北月冷冷地威胁完 转身飞快地消失在夜色中 来无影去无踪 如此诡异的身法 那东离太子呆了半想 才回过神来 眨眨脸上那双小眼睛 要娶大将军的脑袋 嘿嘿嘿 他知道大将军 现在是什么级别吗 嘿嘿 黄北月穿着的黑斗篷 站在林尊的身边 抬头对着他笑了一下 师父 我拜你为师 可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很重要吗 林尊瞥了他一眼 神色冷冷淡淡的 很重要啊 知道师父的名字 我就每天给你上高厢祈祷 林尊眸子里 闪现出冰冷的光芒 你当我死了 黄北月愣了一下便道 我自然不是 给你立个牌位 只是 我要感谢师父的话 总要有个名字吧 林尊往前走着 背影孤高清末 无名云离 云离 黄北月难难地念了一句 云 日光也 离开光明永多黑暗 他生活在第七塔的深处 为什么有人的名字 会这么让人觉得阴暗压抑呢 黄北月觉得胸口很闷 呼吸不顺畅的感觉 穿过一片不算茂密的树林 他们站在一座高高的山丘上 从这里 可以看见林怀成的一切 深夜寂静 只有偶尔的几盏灯火 在夜色中飘摇着 林尊一身黑色的衣袍 覆手而立 远远地眺望着前方的城市 月色洒下清冷的光芒 在他深周流动 却无法靠近他 总有一层淡漠的疏离感在他身边 不管什么都没有办法靠近 黄北月站在后面 看着这个背影 在嘴边缓缓地吹响 销声低缓 如同漂泊彼岸的灵魂 无知可疑四处游荡 林尊无声地看着前方 忽然一阵风吹起来 那呜呜夜夜的销声 随着一阵长风飘远 千回百转令人感触 今日东立国太子在南一国的所为 必定会触怒南一国 两国之间 恐怕又要不太平了 而被使者迎回国的 北要国九皇子封连义 听闻在路上 遭到了一群强盗的袭击 全王重伤 风连一曲安然无恙 经此一世的九皇子 回到北要国 又会掀起一番怎样的血雨腥风呢 地位之争骨肉相残 为了万寿无疆 沉寂多年的光药殿和修罗城 也按耐不住 派了人出来 维持多年的平衡被打破 卡尔塔大陆上 又将不太平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吹来一阵风 吹起了林尊长发 林尊垂下眸 轻声念叨 过眼西山 怪都四旧时曾识 还记得梦中航辩 江南江北雇人尽虚邪之趣 能消极两瓶生机 孝尘劳碎碎年年飞 常为客 窗一地 东南撤 英雄是 悲歌气 被西风吹进 楼无沉寂 楼官府私人已去 惊奇未卷头先白 探人声哀乐转相寻 惊游熙 低沉的声音缓缓被风吹去 吹入林淮城的千家万户 那飘摇的灯 在风中微微晃动 风 起于林淮城 慢慢朝着卡尔塔大陆上扩散 一曲罢 黄北月放下御霄 看着林尊的背影 想得他刚才轻声念叨的词 不禁有种失忆的悲凉 林尊最后看了一眼林淮城 便转过身 恢复了一贯的冷漠疏离道 不和任何人告别吗 没有需要告别的人 黄北月仰其脸笑道 带着东霖出来的时候 他就没有想过告别 林尊没说什么 只是忽然身形一闪 像雾气一样 从他眼前消失了 黄北月微微一愣 立刻也施展身法 追着林尊的行迹而去 穿越过那一片树林 到达外面一条宽阔的河边 这是南一国最大的一条水脉 名为玉水常年奔流 到达林淮城附近 水势便逐渐平缓下来 四野的风吹过来 刚刚下过 雪的天气很冷 黄北月四处一看 不见林尊的踪影 身后却渐渐有马蹄声传来 背脊一将 有些无奈地慢慢转过身 锦衣黑袍的俊美少年 慢慢骑着马 从后面的树林里走出来 一脸冷酷之色 黄北月轻轻抿着唇 心中不情愿 却还是抬头和湛野对望 湛野从马背上跳下来 刚想举步朝他走过来 黄北月冷冷地说 不要往前走了 他的脚步顿住 隔着一段距离看着他 声音有些发色 你要去哪里 天大地大 哪里都可以去 黄北月淡淡地说 太子殿下请回去吧 北月就此别过了 说完 他想转身离开 戏天 湛野低声喊道 你说过 不管走到哪里 都不会忘了我 这话不再算数了吗 黄北月正正地抬起头 他是说过这样的话 可这话 是在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说的 那个时候 他没有料到 结果是这样的 深深吸了一口气 黄北月慢慢地说 从今以后 世界上再也没有戏天这个人 太子殿下把他忘了吧 你出现过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 战也大步走过来 黄北月转过身 手中的血色战刀忽然出现 在他们之间用力一挥 竖起了一道半人高的兵 以此为戒 不要再靠近一步 黄北月紧紧咬着嘴唇 黄战也 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 战也在冰临那一段 正正地看着他 冰临的颜色 映得他漆黑的毛子里 一片忧郁的水蓝色 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们 在仇恨里生活你不会快乐 我想我还没有成熟到 可以原谅背叛 黄北月捶了一下眼睛 何况 他并没有活在仇恨里 他所做的一切 是他应该做的 做完了他就该离开了 战也目光沉痛地看着他 这个冷酷的少年 第一次感觉到 心里这么痛苦 看着最想拉住的人 可他却无能为力 根本不能抓住他 黄北月抬头看着他说 也许很多年之后见面 我们还会是朋友 君子之交 不正是这样吗 哥哥 那一声 哥哥叫出来 战也的眼眶一瞬间就红了 有些不知所措的低下头 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他一向都是坚强的人 可是这一刻他明白 遇见他之后 他的心就再也坚硬不起来 他曾经在里面建造了一道壁垒 坚不可摧 可自从让他进来之后 就土崩瓦解了 而黄北月 依旧面色平淡地看着他 表情里一点都没有什么 不对劲的神色 冷冷清清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有些事情 与其让他发展到 不可控制的地步 不如在一开始 就狠狠地掐断 他一直都是这么理智而聪明的人 在感情之势上 尽管有时候很迟钝 可是有时候 也近乎于冷血 他从那戒里 拿了一个锦盒出来 从濒临上方抛给战也道 请帮我 交给洛洛不吉尔 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战也接过锦盒 终于将胸口中的剧痛压了下去 问道 你没有什么 要给我的吗 黄北月想了想摇摇头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战也有些自嘲地勾起唇角 可我有东西要给你 他说着 走到御水之盼 从那戒中拿出一个铜制的杯子 成了一杯冰冷的水 自己先喝了一口 然后递给他 黄北月看了一眼那杯子 胸口有些抑郁 不过还是走过去 接过那杯子 喝了一口那冰冷刺骨的水 我和你一起 喝下母亲喝的水 希望你有一天 能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来 战也声音低沉地说 我希望你能回来 黄北月沉默了一下 忽然走上前几步 伸出手搭在战也的肩膀上 将额头抵在他的肩侧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可能的话 我会回来的 因为这里 是我的家 虽然并不圆满 说完 他就抬起头 对他挥了挥手 后会有期 战也痛苦地猝着眉 声音暗哑 后会有期 黄北月转过身 潇洒地向后摆着手 身影慢慢地走远了 最终离开了他的视线 走出了他年少的心 林尊站在御水另一侧 有雾气在河面上飘散着 因此不仔细 根本难以发现他的身影 男人的视线 淡淡地扫了一眼战也 菱角分明的唇 微微勾了一下 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他 他终究是要搏击长空的雄鹰 不会在大地上停留太久 墨连 你再不快一点 又要跟丢了呀 浮光森林的外围 没有抓到黄北月的红连 心情很不爽 孟齐天又催着他们 赶快赶路回光药店 红连就更不痛快了 一回头 看见那墨连没有跟上来 反而站在森林外面的巨石上 背对着他们 不知道在看什么地方 红连在心里嘀咕 明明眼睛都看不见的人 站在那里看什么也不知道 不过这种话 他是绝对不敢说出口的 第一是因为 墨连的实力在他之上很多很多 第二是因为 他怎么舍得当面说他的眼睛呢 他喊了一声 墨连没有听见 孤孤单单地站在那里 有些固执 好像都不打算跟他们走了一样 墨连 我们要走了呀 圣君还等着我们呢 穿过浮光森林 也要好长时间 红连只好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墨连的身边 跳上那块巨大的石头 和他站在一起 学他的样子张望 却只看到很远很远的那一边 是林怀成的方向 有几点灯火亮着 他猜林怀成没几天 就对林怀成这么有感情吗 墨连 他刚想说话 墨连忽然转过头 无神的双眼看着他 声音滴滴地问 你的脸 红连一正 既然想明白他的话 脸上就红扑扑的声音放柔了 我的脸怎么了 什么样 红连脸脸上更红了 有些少女羞涩的红韵浮现在脸上 干嘛突然问这个 我的脸什么样的 你用手 摸摸不就知道了 他虽然这么说 可也只是说说而已 墨连这个人 天生脾气就古怪 别说摸摸他的脸 他连碰都不会想碰他一下 他是天生孤独的人 从来不和什么人接近 总是默默的一个人 不说话 什么也不做 所以什么东西都学不会 像个小孩一样 他根本没想过 墨连会摸他的脸 所以 当他抬起手来的时候 红连真的吓了一跳 心脏猛的一扑 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墨连的手很冰 指尖纤细 骨节修长 一点一点从他脸上划过 从额头到眉眼到鼻梁 划到脸颊 然后慢慢移到嘴唇上 红连的心 跳得跟打鼓一样 脸上火辣辣的烫 连他冰冷的手都被捂热了 原来是这样 墨连喃喃的说 指尖依然恋恋不舍的 停留在红连的脸颊上 原来 这样 一模一样的面孔 他和红连 红连心跳得不行了 结结巴巴的说 我 我有点不舒服 然后一把推开磨连 立刻跳下大石头逃跑了 墨连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 然后缓缓地垂下去 孟齐天 你什么都知道 快告诉我 墨连怎么了 他是不是开窍了 突然对我 红连红着脸小声地问 孟齐天靠着一棵树干 冷冷地说 我能知天知地 可唯一不知人心 红连愣了一下 听不懂 孟齐天却不再解释 只是深邃的目光 看向森林外 那个孤独站着的少年身影 红连红着脸问 你觉得 他是不是喜欢我啊 孟齐天转过头 看了他眼道 这个 你应该去问他 我能问他早就问了 红连鼓着气说 喜欢也没什么 反正光药店 又不像修罗成那样 是断情绝爱的地方 孟齐天仰头大笑起来 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啊 哪里奇怪了 红连不满地问 孟齐天道 之前看你 对墨连的态度 我以为你讨厌他 没想到 却是相反的 红连给说中心里的痛处 立刻眼睛一瞪 要你多管闲事 我可没有多管闲事 只是作为同伴 劝你一句 多情总被无情恼啊 红连脑袋上 冒出两个问候 什么意思 孟齐天摇摇头 没什么意思 走吧 天黑了浮光森林里 更危险了 五年之后 在浮光森林中 一处与世隔绝的幽深山谷中 绿树成印 茂密的藤蔓 缠绕在树干上 像蛇一样 随着浮光的飘动 而移动身体 藤蔓的顶端 像是长了一张小小的人脸 此刻正陶醉 在浮光的光芒中 非常沉醉的样子 幽深的山林中 有几声优美的鸟叫声 像唱着婉转的歌一样 忽远忽近 那声音 让绿色的藤蔓 也陶醉不已 如此安宁美好的环境 正是午后休息的最好时机 可就在这时候 前方一声刺耳的尖叫 忽然想起来 嘎吱嘎吱听的人 头皮都抹了 那些 本来沉醉地睡着的绿色藤蔓 忽然受了惊吓一般 全都纷纷从树干上退下来 飞快地钻进土壤之中 只露出小小的一张 类似人脸的顶端 警觉地看着外面 嘎吱嘎吱的声音 还在继续 一会儿在东 一会儿在西 然后忽然 就朝着这边过来了 绿色藤蔓 立刻把脑袋 也钻进土壤之中 不愧是浮光森林里 最擅长逃跑的土盾鼠 小虎包抄 今晚你有肉吃了 清脆的声音响起来 然后 一道金色的身影 便猛然扑向这一片 刚才还寂静的森林中 那些浮光吓得纷纷飞高 而躲在地下的绿藤蔓 直接一个个尖叫起来 耀眼的金色光芒 瞬间散出来 照亮了四周的黑暗 锋利的虎爪子 按住一块土壤 里面立刻就响起 嘎吱嘎吱的尖利声音 然后土壤中 冒出一个灰色的尖脑袋 两颗大板牙露在外面 长得有点磕沉人 小虎嫌弃地看他一眼 咬住他的脑袋 从土壤里拽出来 抬起头 妖弓一样地抬起头 看着坐在树干上 一身黑色精致长袍的红少女 红少女对他竖起大拇指 好样的 小虎立刻高兴不已 这一高兴就张开嘴巴 那精明狡猾的土盾鼠 立刻从他嘴巴里逃出来 飞快地跑向林子深处 小虎想去追 已经是来不及了 挫败的情绪涌上来 小虎低下头 搭拉着一对耳朵 都不敢去看黄北月 坐在树枝上的黄北月抱着手 笑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小虎 小虎抬起头 悄悄看了他一眼 黄北月用下巴指了指他身后 小虎慢慢回头看去 一看 耳朵就竖起来了 只见那刚才逃跑的土盾鼠 竟然乖乖地走回来了 像个喝醉酒的醉汗一样 摇摇摆摆地晃悠着过来 小虎无比兴奋 立刻跑过去 一张嘴咬住 这次绝对不会松口了 黄北月笑起来 低下头 伸出手来 从他身后 一个圆圆的球 跳到他的手上 身上的花瓣张开 露出很萌很可爱的一张圆脸 正喜滋滋地咧嘴笑着 织梦兽不会长得太大 这么多年 也只是比以前大了一圈而已 不像小虎 没几年就长得比他还高了 以前小虎还喜欢扑到他身上 现在他要是敢扑 他绝对一脚 把他踹出去 还是滋滋比较厉害 小虎 一会儿要分一块肉给滋滋 黄北月摸摸滋滋的头 笑着说 小虎立刻非常不满地瞪了一眼滋滋 那凶悍的样子 绝对有威慑力 滋滋给吓得轻轻 这一声 拽着黄北月的衣袖 黄北月严肃地说 小虎 不准再欺负滋滋 抓到土顿鼠 也有滋滋一半的功劳 小虎只好不情不愿地点点头 偷偷瞅着滋滋 不知道心里又存了什么坏水 要去 偷偷对付滋滋 黄北月从树枝上跳下来 身形高挑优美 两条修长的腿 在地上微微一弯 便站起来 黑色的长袍 更能凸显他清冷高贵的气质 火红色的长发 微微有些卷曲 披散在肩膀上 显得比小时候 更加美丽大气 精致的五官 让人心跳加快 可是细致的眉眼之间 那分如寒冰一样冷烈的神色 却能让人心跳停止 他有一双天生就漆黑清冷的毛子 如同晨星一般 清灰流转 却总是透出丝丝冷傲的杀气 颜色沉闷的黑色衣袍 丝毫都没有减弱他的美丽 这种大气的颜色最适合他 更能凸显他身上与身距来的高傲 这个样子 倒和黄北月在现代的时候 几乎一模一样了 迈开修长的腿 走到小虎面前 拍拍他的脑袋说 告诉过你很多次了 倒嘴的猎物 千万不能松开口 与其一口咬死他 也不让他有挣扎逃跑的机会 不管是狩猎还是对敌 不动则已 慢慢好慢慢玩 可是一动 则是一击必杀 小虎点点头 嘴巴上用力 那土顿鼠立刻 嘎吱一声断了气 就是这样 黄北月赞许地说 转头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看见一层绿色的藤蔓 便走过去 细细研究 这就是师父说的索命藤吧 这种植物在浮光森林里 也是一种非常有攻击性的东西 不小心被他们缠上的人 越是挣扎 就会被缠得越紧 最后窒息而亡 成为他们吞噬的对象 索命藤是土属性的植物 也是炼制高级武器的好材料 只是在浮光森林里 也非常罕见 运气好才能遇得上 只不过 十二阶的土属性 零售土顿鼠 非常喜欢啃食索命藤的根筋 可以说 土顿鼠就是索命藤的克星 只要跟着土顿鼠 就能找到索命藤 黄北月走到那些露出一张人脸来的土壤面前 嘴角微微一扬 有些邪恶地笑起来 忽然他的手抬起来 中指和食指并裂 在空气中快地书写了一连串凌乱的符号 他指尖凝聚着透明的元气 在空气中滑过的时候 速度太快 元气写成的符号都会出现在空中 玉土符 退 一声轻喝 随着指尖在空气中一滑 那元气书写的符号上 代表着土属性的蛋黄 色光芒一闪 法则力符咒成 空中的符号 飞快地钻入土壤之中 煞时间 那些土壤纷纷退开 如同潮汐退散一样 尖叫着的索命藤 立刻就暴露出来 一根根嫩绿色的藤蔓 像是蛇一样 疯狂地舞动着 脑袋上那类似人脸的东西很猙獰 长得一点都不好看 黄北月立刻拿出血影战刀 眼急手快 快冲过去 开始收割索命藤 那些索命藤 也不是轻易好惹的 立刻就想反击 纷纷缠绕上黄北月的身体 站在旁边的小虎健壮 立刻冲上去嘀吼一声 神兽的威力 吓得那些索命藤纷纷退开 惊惧不已 想躲回土壤中去 可是庇护他们的土壤 此刻已经不见了 他们只能没头没脑地舞动 最后全部被黄北月收割下来 隔断的索命藤还会动 那些脑袋依然在挣扎 只是攻击力已经弱了下去 黄北月把他们捆起来 让小虎驼在背上 有时候也要让小虎锻炼一下 以免他长得太胖了 只是一阶的玉土服 就这么好用 那二阶三阶四阶的玉符 又是什么威力 黄北月不禁暗暗欣喜 这么多年 灵尊教他符咒术 万寿无疆的秘密 他终于可以窥之一二了 也终于看到 在那小小的黑狱中 藏着多么广阔无边的一个世界 五年来 他放弃了原先 想依靠凝聚元气而修炼的方法 转而修行 不用凝聚元气 只要能够利用元气 和天地规则产生沟通的符咒术 这是另一套修炼体系 和卡尔塔大陆上所有的修炼体系都不一样 不属于召唤术炼术五道幻术 而是另一种法门 而且修炼符咒术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他不必像其他高手一样 只能有一种属性 他身体里没有任何元气 但是五种属性 他都可以通过符咒来沟通 从而利用它们 也就是说 他的身体没有属性 但是他却同时具备了火冰风雷土五种属性 这符咒术 是打破了整个大陆上的规则 另外创造的一种更加强大的技能 当年创造了符咒术的那个人 绝对是个惊天伟地的极天才 但是能修炼符咒术的人 也要是一个绝顶的天才 不管是身体还是领悟能力 都要是最强 否则五种属性驾驭不好 可是会被符咒吞噬的 浮光森林中心 有一片仙境一样的低谷 这里地下热水丰沛 天然温泉众多 常年气候都非常温暖 从高处望下去 被白色的水雾弥漫的低谷中 绿树葱龙 落荫缤纷 几只白鹤在水雾间低飞 摇台仙实地 如梦如幻境 这里曾经盘踞着一只巴结的神兽 可自从林尊带着他来了这里之后 那神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沿着陵墓之间的小路 走回山谷中 四周温暖的水气漂浮过来 夹带着阵阵花香 令人心旷神疑 黄北月深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 清冷的毛子微微一眯 一丝寒芒闪现出来 与此同时 空气中一声轻微的爆响 一根细细的红色鞭子 便已经挥到他脸颊边 黄北月的身体 忽然向后扬倒 柔韧的腰肢 几乎弯成拱桥的形状 而后在鞭子收回的时候 顺势向后翻了一个身 站起来 浴火符 手指飞快在空气中滑动 当元气中闪现火红色的光芒时 那符咒便立刻幻化成无数火焰 滚滚的烈焰 瞬间将它包围起来 深周烈火暴涨 忽然在他身后 长出了一对火焰之翼 火焰之翼铺展开展 足足有三米多长 猛然一扇 就带着他的身体飞起来 掠过一片盛开的桃花灵 便看见在桃花树下 坐着品酒的林尊 他一身黑衣 身形不动 稳坐如山 指尖撵着一只小巧的白玉杯 温暖的酒酿在杯中晃动 他另一只手微微抬起来 红色的细鞭再次抽出来 黄北月嘴角一扬 手指一挥 一股烈焰便印着那鞭子过去 瞬间火焰就沿着鞭子 烧到了林尊的手指上 他微微一蹴眉 一根手指弹起来 另一根火红色的鞭子 继续朝着黄北月的脸抽去 师父 你未免太小看人了 黄北月哼了一声 这一次不用火去烧 直接伸出手 强悍地扯住林尊的鞭子 凶猛地往后一拽 借着火焰之翼的力量飞上天空 红色的细鞭 顿时崩得很直 几乎要断了 林尊的身体 只是稍微测了一下 便稳稳地坐好 然后 第三根手指一弹 另一根鞭子又甩出去了 还是朝着黄北月的脸 大人永远只打一个地方的林尊 根本不考虑她是个女人 刚开始的时候 天天被她抽花了脸 晚上睡觉前 看着自己一脸伤疤 就莫名其妙伤感 可是现在 想要抽到她的脸 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黄北月一只脚抬起来 勾住那第三根鞭子 在脚背上饶了一圈 然后强悍地往后一踢 鞭子绷得太直 几乎断了 而林尊的身体 依然只是轻微晃了一下 便稳稳地坐好 如同最高大的山峰一样 无论如何 力量都无法撼动 黄北月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忽然嘴巴里默念了一句话 然后眼睛睁开 看着林尊的方向 有些诡诈地笑起来 林尊深邃的眸子 淡淡地转了一下 似乎明白了什么 正想站起来 可是脚下忽然一空 地上的土壤 全都诡异地退开了 就连她坐着的那个石凳也不见了 一向稳如泰山的林尊 身子狠狠地一歪 也幸亏 她是真正的高手 应变能力强的变态 身子一歪之后 便悬身而已 黑衣翻飞 稳稳地站在另一边了 手中的白玉杯 已经晃了好几下 里面的酒液 洒了不少出来 沾湿了她的手指 林尊看了一眼那酒杯 淡淡地微笑 将剩下的酒喝了下去 然后三根手指轻轻一弹 红色的细边就凭空消失了 黄北月见状 知道这次是自己赢了 兴奋地大笑起来 连忙收了身上的火焰之意 站在地上和林尊对视 师父 这么多年 终于让你的酒洒出来了 你何时学会了 不画符 也能施展符咒之术了 林尊没有理会她的问题 只是淡淡地问 用的次数多了就学会了 黄北月也不谦虚 符咒之术使用弦熟之后 可以省略中间画符和念咒的过程 省了时间 也能让敌人没有防备的机会 听她这么说 林尊的眸光 闪过一丝微微的诧异 只不过转瞬即逝 平平淡淡地说 可以平心而御服 你现在已经突破四元天的境界了 你身体中的风火雷冰土 五种属性融合在一起 达到四元天境界 你便可以随意驱使这五种元气 师父 四元天的时候 我可以使用御寿符了吧 黄北月高兴地说 林尊点点头 基本可以了 那你什么时候教我 她有些迫不及待 想试试看御寿符的威力 你自己学 林尊的口气很淡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黄北月正了一下道 你不教我吗 你已经和万寿无将滴血认住 里面的空间 你可以任意进出探索 四元天之后 我便不再教你了 林尊说完 黑色的一袍微动 她的人已经走出去好远了 桃花林中水雾弥漫 飘飘渺渺如仙境 她是这仙境里的仙 石杖红尘半分也沾染不了她 林尊说完 黑色的一袍微动 她的人已经走出去好远了 桃花林中水雾弥漫 飘飘渺渺如仙境 她是这仙境里的仙 石杖红尘半分也沾染不了她 黄北月也连忙跟上去 在她身后问 师父 你还没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教我了 虽然当初我拜你为师很不情愿 可这么多年 我真觉得 你是我师父 我希望你教我 她说得很诚恳 她一向不会是妄自尊大的人 对于林尊 一日为师 她还是带着气氛敬意的 你以为我是因为你不情愿拜我为师 我才不教你吗 林尊没有回头看她 只是淡淡地说 师父有原因的 黄北月说 我需要知道这个原因 林尊的脚步忽然停住 一缕水雾从她眉眼之间飘过 虚幻朦胧胧的美 让人心颤 她抬起头 衣袖轻轻一挥 树上就有无数粉色的花瓣纷纷落下 花雨之中 黄北月发梢和衣服上都落满了花瓣 然而林尊身上却是一片也不沾染 她冷淡地说 你看这花 开到终点就会落下 不管如何不舍 树枝终究挽留不了她 黄北月微微正松 从分落的花雨中看着林尊的面孔 那如画的眉目之间 为什么有一丝淡淡地怅然 我不信 你的终点就在这里 黄北月激动地说 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 并非我的终点 而是我对万寿无疆的终点 相比较她的激动 林尊几乎是千年冰山一样 不管天崩地裂 都无法让她的面色 有半分的改变 黄北月看着她等着答案 四元天之后 只有滴血认主的 那个人才能进去 我无法进去 林尊说着 清寒的眸子里 像是一池春水 忽然有了细细的波纹道 北月五年了 你想过要离开我了吗 她的犹豫 已经是最好的答案 林尊没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她一走 飘落的花雨便停止下来 地上铺了一层花瓣 黄北月也不忍心去践踏 站了一会儿 便慢慢地走向山谷中 自己那间小木屋 这山谷里 他们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这里的三间小屋 是她一块块木头运回来 自己盖起来的 说到这种生存的能力 林尊倒不如她 她毕竟在二十一世纪 也受过特训的 作为一名出色的双手 她要懂得领域非常多 建筑也是一方面 那时候 林尊比大爷还大爷 什么都不肯动手 就她带着濒临换鸟 忙来忙去 房子盖好的时候 她理所当然 挑了其中最大的一间 住进去了 现在想起来 那段盖房子的经历 也算是一种历练吧 黄北月进了木屋 就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 只穿了一层薄薄的单衣 便走到木屋后面 这里有一个温泉池 是她开辟出来了 身子泡进温泉里 一丝丝元气开始通过温暖 钻进她身体里 在经脉各处流动 最后汇入浮原中 无种属性的元气 开始显出本来的颜色 旋转在一起 这温泉对修炼之人 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加元气在身体里淬炼的度 一层层递进 帮助她成长 林尊当初选择这个地方 也是有原因的 黄北月闭着眼睛 让温泉慢慢地滋养的身体 本来想专心一点 可是想到林尊刚才的话 却不由自主走神 想到当初和万寿无疆 滴血认主的情形 万寿无疆的滴血认主 是个繁琐的过程 林尊在旁边念了一段 开启万寿无疆的咒语 然后她用一滴血滴在上面 如果万寿无疆上面 开始出现金色的光芒 就表示认主成功了 她到现在想起 当初她的血滴 在万寿无疆上的时候 林尊嘴角边 忽然浮现出来的那一抹 有些微妙的笑意 那笑容代表什么 她留了一份心 每次使用万寿无疆的时候 都小心翼翼 可是五年来 什么变化都没有 她只有越变越强 林尊也是一向冷淡 所以她几乎要怀疑 当初的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也或者是她从小到大 过惯了谨慎的生活 所以对谁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她确实是从心底深处 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心情有些郁闷 黄北月也无心修炼了 从温泉里站起来 穿好衣服 想到林尊 交代她去找的索命藤 还没有交给她 就出去找小虎 小虎在木屋外一片 开满了鲜花的草地上 惬意地趴着 懒洋洋的样子 真让人想踹 最近几年 小虎长得太胖了 大部分原因就是 这家伙实在太懒了 黄北月走过去 正好看见草丛里 微微动了一下 然后滋滋那嫩黄的脑袋 就钻出来 头顶上的滤金晃了一下 迈开小短腿 跑到小虎面前 小虎懒散的半眼 都没有去看她 滋滋并不挫败 站在小虎的鼻子底下 从她的袖针小包包里 掏啊掏 掏出一块很小的肉的 那肉太小了 大概只有拇指 那么大的一块 可是在滋滋手里 却显得很大 她双手捧着 递到小虎鼻子底下 小虎鼻尖耸动 闻了一下 微微张开嘴巴 滋滋就高兴地 把那块小小的肉 放到她嘴里 然后像是害怕 自己会被小虎 一口吃掉似的 连忙后退 那块肉小虎嚼 都不用嚼一下 就直接咽下去了 连晒牙缝都不够 吃了滋滋献上来的肉 小虎还是不理她 半闭着眼睛 在那里休养 滋滋又从袖针 小包包里掏啊掏啊 这次掏出一根 吃剩下的骨头 小虎张开嘴巴 滋滋把骨头 放进小虎嘴里 小虎刚响咽 忽然被骨头卡着 立刻就睁开眼睛 凶狠地瞪着滋滋 滋滋本来还一脸 气带笑容地看着她 猛然被她的眼神一下 顿时知道大事不好了 迈开腿就逃 小虎杀气腾腾站起来 吐了那根骨头 就去追滋滋 黄北月在一旁看着 笑得肚子都疼了 可怜的滋滋 每次想讨好小虎 最后都会适得其反 被小虎欺负得很凄惨 黄北月早就劝她放弃了 可是滋滋就是切而不舍 一定要让小虎也喜欢她 不再欺负她 两只兽的事情 她很少插手 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生 小虎虽然凶悍 可是下手还是很有分寸的 不会把滋滋弄伤 她走到草地上 抱起那根索命藤 朝林尊的小木屋走去 在外面敲了几下门 里面没有反应 师父 心里稍微有点不安的预感 林尊的本性她很清楚 一向不喜欢被打扰 如果她不想见她的话 一定会有反应的 不会像现在一样 一点动静都没有 师父 我进来了 黄北月一把将门推开 走进去 木屋里很简单 外面摆着竹子做的桌椅 中间一道竹子做的屏风 隔开里间和外间 外间里什么都没有 黄北月就慢慢走到里间 一转过屏风 就看见林尊背对着她倒在床边 一只手撑着床板 好像想要努力站起来 黄北月心里一跳 连忙上去扶着她 师父怎么了 只见林尊脸色惨白 额头上渗出大颗大颗的汗水 好像很痛苦 在忍受着什么一样 她心里的不安是正常的 是想林尊这样强大的存在 突然莫名地倒在房间里 她先怀疑的 就是有更厉害的强敌进来了 她已经准备好 召唤冰临幻鸟出来 这时身体里的眼忽然说了一句 离开她 黄北月一愣 一时之间不明白 眼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然后眼忽然大喊起来 黄北月离开她 对于危险的反应度 她一向都比常人快好几倍 听到眼这样的着急的喊叫 她立刻就松开手 准备抽身后退 可就在这时候 林尊忽然抬起头 原本闭着的眼睛 猛然睁开 她的眼睛是血红色的 非常诡异恐怖的血红色 里面闪现着冰冷的寒芒 她快伸出手 朝着黄北月的脖梗抓来 黄北月离得她实在太近了 就算反应在灵敏 那一瞬间 还是被林尊的指尖 在她脖子上 抓出了一道血痕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黄北月彻底震惊了 再也不做什么思考 手中一抓 血影战刀握在手中 与此同时 林尊手里也出现一柄黑色的战刀 她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战刀 灵灵的寒芒闪现着 林尊忽然之间站起来 黑色的战刀上 凝聚了一道赤红色的光 毫不留情砍向黄北月 这可不是平时他们训练 也不是她出其不意 想要测试它 这是真正的战斗 从林尊的战刀上 传来的冰冷杀气 一直透进她的内心深处 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现在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应战 黄北月也丝毫不示弱 战刀无起 往前一横 就挡住林尊那凶猛的一刀 她嘴巴里 几乎是刻就喷出一口血 那战刀震得她五脏六腑都快爆炸了 她反应神 电光火势之间 另一只手捏动绝印 拍在血影战刀上 玉雷树雷盾 顿时 爆响的雷光 就从血影战刀上闪现而出 将林尊的战刀给挡开 黄北月向后划出好远 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大喊道 师父 喷一声 黄北月再次被撞得向后划出去 这次后背抵在墙上 她深深喘息了几口气 冷眸抬起看着林尊 你这老怪物吃错药了 林尊血红色的毛子里 映着她的身影 血色的光芒 有些微微晃动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她沉声问 那声音和平时也不一样 平时她说话冷淡 可这时候却是冷狠的 像是地狱的修罗恶鬼一样 黄北月怒道 不是你让我离开的吗 不准离开 谁也不能得到你 只有我能 林尊低贺一声 黑色的战刀抬起来 又一次要进攻过来 黄北月也彻底给惹毛了 这种莫名其妙的挨打 让她火冒三丈 血影战刀收起来 她两只手飞快地捏动着绝印 口中冷静地念叨 天到地到 人到畜生到恶鬼到修罗到六道天元福 口诀念完 手中的绝印也一起完成 她双手合十 又忽然分开 手掌之间 一个璀璨的六灵星闪过 她双掌往前一推 六灵星便飞到林尊脚下 她脚步一顿 六灵星光芒大胜 瞬间把她包围起来 林尊低吼一声 忽然战刀支撑着身体 慢慢跪了下去 一口黑血从她口中喷出来 她手中的黑色战刀 如同虚影一样 慢慢地消失 黄北月脸色苍白 咽了一口口水 看着林尊的样子 似乎恢复正常了 师父 她试着叫了一声 失去战刀支撑的林尊 便倒在地上 撞翻了那一闪竹子 做的屏风 黄北月脚步亮腔地跑过去 从地上把她扶起来 看见她满脸都是汗水 可是眼睛已经不在世 刚才那让人恐怖的血红色了 漆黑的眸子转了一下 看向她 你受伤了 小意思说着 胸口一痛 身体有些软 她以前受过的伤 比这个严重无数倍 都没有什么事情 这一次 不过是内伤比较重一点而已 透支你的能力 使用六道天元符 本来就是极大的损害 你才刚刚突破四元天而已 我没事 反正只是试试看 现效果居然不错 虽然反噬的力量有点大 不过好歹让林尊恢复了正常 还是比较划算的 黄北月扶起林尊 摇摇晃晃的 想把她扶到床上去 林尊微微抬了一下手 把她推开 北月 离开我吧 黄北月微微一正随即道 为什么 然后脑子一转又问 你刚刚怎么了 为什么会突然 不该问的 就别问林尊口气淡漠 一点师徒情义都不讲 你如今已经学有所成 出去历练对你也有好处 你这个样子我 怎么可能走 我好歹都已经拜你为师了 我的事情不用任何人过问 林尊冷淡地看他一眼 自己站起来 扶着墙壁站好 我就不送你了 这一次 你自己 从浮光森林的中心出去吧 师父 黄北月喃喃地说 你也可以不认我为师 我要做的已经完成了 不牵任何人什么林尊说着 一步一步走向内室 看着那个孤绝的背影 黄北月顿时一种 前所未有的惆怅涌上来 刚才一站虽然莫名 可是林尊的样子明显的不正常 究竟生了什么事 五年以来 第一次看见那个样子的林尊 说老实话 他也被吓了一跳 嘿嘿 身体里的眼 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黄北月猝没问 你笑什么 没什么 你受了伤 就不许我笑了吗 眼很欠扁地说 黄北月不想理他 微微沉音低声道 难道他精神分裂不成 眼笑道 不管怎么样 还是好事一件的 你这么怕他 你当然高兴了 黄北月站起来 拍了拍有些闷痛的胸腔 谁说我怕他了 眼立刻反驳 不怕的话 为什么每次他在 你就不敢说话了 自从来了这里 眼明显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有林尊在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怎么开口说话 这么内敛 真是一点都不像 那个总是喜欢和他抬杠的眼 哼 只是有他在 不想说话而已 眼自负地说 黄北月笑着摇摇头 想转身走 内室里的林尊又走出来 声音低沉 北月 黄北月立刻回头看着他 轻亮的眼眸 因此而显得光彩异议 黑水进牢里的封印兽 在你没有到达七元天之前 不要动他 眼重重地哼了一声 林尊继续道 他若在你虚弱的时候 趁机反抗 你可以用锁魂中 把他暂时封锁起来 等我来 你如果不来呢 黄北月问道 到时候相隔万里 林尊怎么知道眼跑出来了 他若出事毕生一变 不管在哪里 我都会来 你记住 虽然你不用吸收 元气入体 但为了封印他 你还是需要吸收元气 加固黑水进牢上的封印 黄北月点点头 想到分别在即 有些话想要说 然而林尊说完之后 就转身进去了 跟他这个唯一的徒弟 也没什么好说的 黄北月在心里叹了一声 他已经算是天生冷漠的人了 没想到林尊比他更冷 冷得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第二天离开居住了五年的山谷 黄北月带着濒临坏鸟和小虎 自自闯入了浮光森林中 当初进来的时候 一路上有林尊庇虎 就算是神兽也要对他们退避三射 而现在出来 各种威胁纷纷出来 数不胜数的凶猛灵兽 追得他魂都散了 不能召唤冰临幻鸟出来 飞在半空的话 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他只能一路上靠着小虎的神兽威压 吓退一些灵兽 但是小虎也不能时常放出来 毕竟浮光森林里强大的神兽太多了 万一不小心误入 某只高阶神兽的领地 那就好玩了 浮光森林太广阔 从中心横穿出去 路途遥远 走了三天三夜 都觉得还在森林深处 黄北越不禁怀疑他是不是迷路了 这天夜里 黄北越在一棵粗壮的树上 找了一根横伸出来的鞋肢 打算休息 刚躺下去 就听见不远处有脚步声传来 他一下子就坐起来 这是人类的脚步声 难道这浮光森林里 有佣兵团进来了吗 那要实力多么强悍的佣兵团 才能闯到这么深处来 反正他现在迷路了 悄悄跟在那些佣兵团后面 说不定可以走出去 这么想着 黄北越就从茂密的枝丫之间看出去 只见下面有火把缓缓地靠近过来 一共四个火把 由四个皮肤有黑的高大汉子举着 那四个人共同簇拥着一个 头发花白的老者走过来 老者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长袍 袍子上有神秘的图腾绘画 因为夜色太黑 看不太清楚 组长大人 您说的那个人 他会帮我们吗 其中一个大汉 小心翼翼地询问 脸上的样子 看起来颇为焦急 也只有是一事了 他回到森林里 除了他 再也没有别人能对付那只六阶的神兽了 那个胡子花白的老人忧虑地说 抬起头看看前方 快赶路吧 还有好远的路啊 族长 等我们赶回来 还能救他们吗 一个大汉抹了一下眼角 声音都哽咽了 那族长也是忧心忡忡 没有万全的把握 黄北越在树枝上听着 心里纳闷 原来不是近来冒险的拥兵团 而是浮光森林里的原住民 听说浮光森林里有一个部落 有上千年的历史 他们的族人都很厉害 全族几乎天生就是召唤师 他们在浮光森林里 有一块领地 和其他神兽分庭抗礼 这只是传言而已 因为没人进来过浮光森林这么深处 这个部落里的人 也从来不从浮光森林里出去 看来 他今天遇到的 就是那个神秘的部落 听他们说话 好像遇到了很厉害的神兽的威胁 正一筹莫展 准备去找救兵 这种事就不关他的事 黄北越准备倒下去 继续休息 可就在这时候 头顶的树枝之间 忽然传来一阵令人心寒的嘶嘶声 黄北越睁开眼睛 看见一条巨大的蛇 从枝叶之间钻出来 硕大的黑色脑袋上 一个眼睛死死盯着他 口中的蛇性吐出来 几乎要扫到他的脸 黄北越眉眼一皱 眼中金芒闪过 冷冷地哼了一声 找死 然后身子从树枝上偏然落下 手中一道圆斧甩出去 正好贴在黑蛇的脑袋上 火焰色一闪 瞬间烈焰 就将黑蛇庞大的身体燃烧起来 黑蛇的怪叫声中 黄北越一身黑衣 稳稳地落在地上 悠然自得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巨大的动静 让小心翼翼赶路的 那个白胡子族长一行人吓了一跳 那四个持火把的大汉纷纷转身 什么都不说 亮出武器准备开打 助手 花白胡子的族长抬起手 颇有威严地喊了一声 那四个大汉 立刻恭敬地退了一步 一个大汉低声说 族长小心一点 这个人很诡异 女孩子长得秀丽可人 却一身阴沉的黑衣服 黑色的头发 绑了一个辫子 垂在肩膀上 面容冰冷 不苟言笑 她的衣服上有几处破了 沾了一些污泥 看来是在浮光森林里跋涉了很久 才到这里来的 试问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单枪匹马 出现在浮光森林中 这里可不是急事 这儿每一处 都可能遇上致命的危险 随时随地都能丢了性命 就算她是一位实力强悍的召唤师 浮光森林里千奇百怪 什么都有 谁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 黄北月耳聪目明 那大汉说话 又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她自然能听到 诡异 这条路只有你们能走不成 我走了就成诡异了 冷冷地讥讽回去 黄北月朝旁边闪开一步 那条黑蛇的身体 被烈焰烧的 剩下一堆骨头 从树枝上掉了下来 白胡子组长一看 顿时大惊抬起头 激动地看着黄北月 你从哪里来的 黄北月看她长得比较和善 而且是个老爷爷 也不好 对她太不客气便说 我从浮光森林的中心出来 要出去外面 她的话一出口 那几个人就睁大了眼睛 一脸怀疑看着她 小姑娘 不要乱说话 浮光森林的中心 怎么可能有人轻易进得去 一个面色比其他几个 严肃一些的大汉说的 黄北月冷冷地撇她一眼道 我为何要乱说话 你们进不去 不代表别人进不去 说完 懒得理这些人 自顾自走开去 打算重新找个地方 好好休息 姑娘请留步 白胡子组长焦急地喊了一声 然后年迈的身体急急走过来 居然对着她抱拳弯腰 黄北月立刻闪开身说 老先生不必多礼 萍水相逢 这种礼数太过了吧 不不 能独闯浮光森林的 绝非泛泛之辈 这礼数姑娘受得起 黄北月眼眸微微一闪 这老组长的口气 很明显想拉拢她 为什么 是她 从她刚才制服黑蛇的招式中 看出什么来了吗 当下黄北月便不动声色地问道 那老先生有什么指教吗 指教不敢当 老夫是这森林里赫纳拉族的组长 阁下孤身一人 不如到我们部落 去做客两天 我们部落里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恳请阁下指教一二 赫纳拉族长诚恳地说 果然是想拉拢她的 黄北月寻思一下 她一向不喜欢多管闲事 给自己找麻烦 这老组长虽说态度诚恳 可她要赶着出森林 不想在这里担个时间 她这么想着 那边几个大汉便纷纷表示道 组长大人 我们还是 先去请您说的那位高手吧 这小姑娘何必管她 是啊 族长大人 那只百目寒蝉 可不是好对付的 六阶的神兽啊 我们的族人 已经被她吃了那么多 再也不能冒险了 赫纳拉族长白白手说 都别说了 此事我自有打算 说吧 便看向黄北月道 阁下请不要见怪 他们只是 担心族人 黄北月本来不想多管闲事的 但是一听到 百目寒蝉 心里的一段往事 忽然被挑起来 当年遇见小虎的母亲时 那只成年的赤金圣虎 便是被百目寒蝉打成了重伤 才会在生下小虎之后便去世了 他当年也对那只赤金圣虎承诺过 将来遇见那百目寒蝉 一定为他报仇 难道这就是一个时机吗 老族长 那百目寒蝉 为什么会跑到你们的领地上 黄北月问 赫纳拉族长听到黄北月开口询问 便知道是有希望了 当下便说 阁下有所不知 那百目寒蝉 本来盘踞在浮光森林中心的暖泉谷中 五年之前 忽然从那里迁徙出来 抑郁侵占我们的领地 五年来 我们的族人和他战斗过无数次 死伤惨重 这一次 他偷袭我们的部落 卷走了几个孩子 哎 盘踞在暖泉谷中 黄北月听到这里 便有些哭笑不得 搞了半天 赫纳拉族的这场灾祸 还是因他们而已的 当年林尊 去到暖泉谷的时候 确实有一只神兽盘踞在那里 但是畏惧林尊的力量 就悄悄潜逃了 再也不敢回来 原来就是这种百慕寒蝉 真是冤家路窄 上天都注定要他去报仇了 黄北月精神一震 五年来的修炼 还没有真正对付过强敌 那只百慕寒蝉倒霉 正好让他来练练手 老组长 这一次 或许我可以帮你们 黄北月笑着说 赫纳拉族长立刻高兴地说 阁下能帮我们感激不尽 那四个大汉听到黄北月居然答应了 不由得傻了眼 这小姑娘 难道没有听清楚吗 那可是六阶的神兽啊 哼 小姑娘你别吹牛了 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个大汉说 极客 不准无礼 赫纳拉族长喝了一声 那叫极客的大汉不服地说 族长大人 我极客只尊敬强者 对于来路不明的小姑娘 请恕我不能对他心服口服 黄北月懒懒地瞥了他一眼 你要心服口服 没错 极客大声说 黄北月嘴角微扬 伸出一只手刀 有胆就过来 那极客一愣之下 也明白了 黄北月这是在向他挑战 见他如此冷静从容 有些发虚 不过他是赫纳拉族的人 天生的勇者 面对任何敌人 都绝对不会畏惧 大喝一声 双手中雷光闪过 左手握住了战斧 右手握住了战锤 他体格壮硕 人高马大的 这武器正好适合他 黄北月轻轻扫了一眼 只见他身后 还有一只鬃毛狮子 慢慢走出来 十二阶灵兽 霸王狮 果然是有几分实力的 不然也无法在浮光森林里生存 冰 黄北月也低喝一声 召唤出冰灵幻鸟 巨大的雪白色冰卵鸟一出现 那叫极客的人就愣了一下 赫纳拉族长立刻便说 这是武林之一的冰灵幻鸟啊 冰灵幻鸟 众人齐齐一正 那极客有些诧异的 看向黄北月 黄北月笑道 来了 可别走神了 说吧 身形俐落 跳上冰灵幻鸟的背 一手握住战刀低空飞过 从极客的头顶上方掠过 战刀斜拉里一砍 那极客非常勇猛地 这一锤砸下来 如果是实力稍微差一点的人 恐怕刀就脱手飞出去了 可他面对的人是他黄北月 他岂会是能轻易对付的人 战锤砸上来的一瞬间 黄北月嘴角微微扬起 没有握住战刀的另一只手 轻轻捏了一个绝印 小声说了一句 欲雷扶雷网 然后便急速抽身而退